報告委員會出席委員九人已足法定人數 好,我們現在開始開會,請醫治人員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立法院第十屆第四會期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第十二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110年11月17日星期三上午九十三分至十二十五分 地點紅樓三零一會議室出席委員林昌卓等十一人 夜席委員陳佳華等十七人 夜席人員國防部副部長王信隆及所屬人員 行政院主計總署公務預算署檢任事查吳明修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署給予福利署專門委員陳慧娟 培訓考用署專門委員陳劉立貞 法國部參事林芬文全序部退府市專門委員高玉燕 勞動部勞動保險市專門委員吳秉飛 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市專門委員王雅芬 主席趙召集委員天寧報告事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確定 討論事項 定案審查一行政院行情審議志願士兵服役條例第六條之一及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二 等院委員劉建國等十九人擬聚自願士兵服役條例第六條之一及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三 委員年署分等二十一人擬聚自願士兵服役條例第六條之一及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四 時代力量黨團擬聚自願士兵服役條例第六條之一及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五 委員水俗華等十八人擬聚自願士兵服役條例第六條之一及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六 委員翁崇軍等二十五人擬聚自願士兵服役條例第六條之一及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七 委員陳秀寶等十九人擬聚自願士兵服役條例第六條之一及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8. 委员谢一奉等16人 理据志愿士兵服役条例第6条之一 及第16条条文修正草案 9. 民众党党团理据志愿士兵服役条例第6条之一 及第16条条文修正草案 10. 委员温玉霞等19人 18人理据志愿士兵服役条例第6条之一 条文修正草案 11. 委员张艺美等18人 理据志愿士兵服役条例第6条之一 条文修正草案 12. 委员卢明哲等22人 理据志愿士兵服役条例第6条之一 条文修正草案 13. 委员李宽泽等18人 理据志愿士兵服役条例第6条之一 条文修正草案 2. 兵案审查 1. 行政院行情审议 军人保险条例第16条之一 及第25条条文修正草案 2. 委员刘建国等19人 理据志愿士兵服役条例第16条之一 及第25条条文修正草案 3. 委员林署芬等21人 理据志愿士兵服役条例第16条之一 及第25条条文修正草案 4. 时代力量党团 凝聚军人保险条例第16条之一 及第25条条文修正草案 5. 委员谢一奉等20人 凝聚军人保险条例第16条之一 及第25条条文修正草案 6. 委员翁崇军等25人 凝聚军人保险条例第16条之一 及第25条条文修正草案 7. 委员陈秀宝等19人 凝聚军人保险条例第16条之一 及第25条条文修正草案 8. 民众党党团 第25条条文修正草案 9. 委员张一美等17人 凝聚军人保险条例第16条之一 条文修正草案 10. 委员宁华等 17人凝聚军人保险条例 第16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 11. 委员李坤哲等18人 凝聚军人保险条例第16条之一 条文修正草案 以上志愿士兵服役条例第6条之一 及第16条条文修正草案 及军人保险条例第16条之一 及第25条条文修正草案 等案 京庭本院第10届第四会期 第134567次会议报告后 决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 委员陈娇华代表时代力量党团 就志愿士兵服役条例第6条之一 及第16条条文修正草案 及军人保险条例第16条之一 及第25条条文修正草案 说明提案指去 委员林鼠芬及陈秀宝等二人 分别就志愿士兵服役条例第6条之一 及第16条条文修正草案 及军人保险条例第16条之一 及第25条条文修正草案 说明提案指去 委员温义辖就志愿士兵服役条例 第6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 说明提案指去 委员林毓化等 就军人保险条例 第16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 说明提案指去 国防部副部长王信龙及人士参谋次长士 次长李定中就志愿士兵服役条例 第6条之一 及第16条条文修正草案 及军人保险条例 第16条之一 及第25条条文修正草案等提出报告 委员林常佐等16人咨询 居由国防部副部长王信龙及所属人员 及其答复 决议 1.登记咨询在场委员均已发言完毕 报告及寻答结束 2.委员所提书面及口头咨询未及答复 或要求提供之资讯 请相关机关于二周内以书面答复 本会全体委员并复之本会 委员令指定其宪者从其所定 3.委员陈秀保所提书面咨询列入记录 刊登公报 4.审查结果 1.志愿士兵服役条例第6条之一 及第16条条文修正草案 1.志愿士兵服役条例第6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 条文造行政院 委员刘建国等19人 委员许淑华等18人 委员翁崇军等25人 委员陈秀保等19人 委员谢一鳳等16人 民众党党团 委员张艺美等18人 委员卢明哲等22人 及委员李坤哲等18人所提提案通过 2.志愿士兵服役条例第16条条文修正草案 条文造行政院 委员刘建国等19人 委员林淑芬等21人 时代力量党团 委员许淑华等18人 委员翁崇军等25人 委员陈秀保等19人 委员谢一鳳等16人 及民众党党团等所提提案通过 2.军人保险条例第16条之一 及第25条条文修正草案 1.军人保险条例第16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 条文造行政院 委员刘建国等19人 委员谢一鳳等20人 委员翁崇军等25人 民众党党团 委员张玉美等17人 及委员李坤哲等18人 所提提案通过 2.军人保险条例第25条条文修正草案 条文造行政院 委员刘建国等19人 委员林淑芬等21人 时代力量党团 委员谢一鳳等20人 委员翁崇军等25人 委员陈秀保等19人 及民众党党团等所提提案通过 5.以上两项分别并案审查完卷 跟别拟据审查报告 提报院会 院位舍疫前 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院会讨论时 由召召及委员天宁补充说明 6.法治用字 用语 授权主席及议事人员处理 宣读完毕 请问在场委员队上次会议事录有无遗漏或错误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议事录确定 现在请医事人宣读讨论事项 讨论事项 审查111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关于外交部主管收支 公开及经历部分 宣读完毕 好 我们来介绍在场的委员跟官员 有林昌州委员 跟陈以信召委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这个官员的部分 外交部 我们吴兆谢部长 亚东太平洋司周明干司长 亚西级非洲司杨信仪司长 欧洲司 陈永韶副司长 北美司徐佑点司长 拉丁美洲级加勒比海司 陈鼠荣副司长 条约法律司 梁光忠司长 国际组织司 吴尚年司长 国际合作及经济事务司 蔡云忠司长 国际传播司 徐永梅司长 研究设计会 古瑞森主任 李宾处 贵志云副处长 秘书处 洪正荣处长 人事处 黄丽林处长 政风处 尹为智处长 祖祭处 万彩龙处长 资讯局电务处 刘永健处长 公众外交协调会 欧江安执行长 非政府组织国际事务会 王雪红执行长 国会事务办公室 夏季昌执行长 台湾日本关系协会 周学佑秘书长 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 薛美于秘书长 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 高安副院长 领事事务局 叶飞比局长 财团法人 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 向田义秘书长 财团法人 台湾民主基金会 黄玉林执行长 财团法人 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 中华民国委员会 周子清秘书长 其他部会的部分 行政院主技总处 翁燕雪专门委员 乔务委员会 人事事翁惠明主任 国金退出一官兵辅导委员会 服务照顾处 王凯恒检任视察 经济部 国贸局 戴婉荣 主任秘书 文化部 文化交流师 梁玉芳专门委员 劳动部 纵活规划师 赫丽均副师长 财政部 国际财政师 王宇璇科长 教育部 国际及两岸教育师 郭凌如科长 交通部 观光及国际组 陈佩辰科长 卫生福利部 国际合作组 吴凌莹科长 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际业务处 王湘恒科长 科技部科教发展及国际合作师 唐婉山专员 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综合计划处 赖宏志科长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 国际处 远华新检任计证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 渝业署 远洋渝业组检任计证 温祖康 先生谢谢 本日会议审查 111年度 中央政府总预算 关于外交部主管收支公开及机密部分 报告先公开后秘密 报告后接续寻答 本日仅做报告及寻答 令定于24 25日继续审查 寻答分秘密及公开 先秘密后公开 时间并计 本会委员6加2分钟 非本会委员3加1分钟 10点30分 发言登记截止 如有临时提案 请于10点30分前提出 11点处理 现在请吴部长上来报告 主席 各位委员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各位媒体朋友 今天很荣幸 有机会前来向各位委员报告 111年度 本部主管预算案 也要利用这个机会 再次拜托各位委员 大力支持 本部主管预算 包括公开 和机密两个部分 机密预算将会 做另外一个报告 仅就本部主管预算 公开的部分 以施政重点 税入及税出预算 编列情形 及税出预算案 综合说明的三方面 简要说明如下 大一 110年度 本部施政重点 本部持续秉持 互惠互助的理念 全力推动踏实外交 巩固邦交 强化于理念 详尽 无邦交国家的实质关系 深化 推进 新南向政策 营造 有我的 国际环境 以务实 专业 有贡献的原则 结合民间力量 和资源 积极推动 参与国际组织 拓展我国的 国际参与空间 另外将持续 透过多元方式 向国际发声 让世界 听到台湾 本部 依据行政院 110年度 施政方针 配合 中 城 施政计划 以及合并预算的额度 并且针对当前 社会经济情势变化 和本部未来发展的需要 编定110年度 施政重点如下 一 巩固邦交 全力巩固 现有的邦交关系 视疫情趋缓后 持续推动高层 互访交流 扩大双边合作计划 也会和民主伙伴 共同协助友邦 但绝对不为和中国 进行无谓的金钱外交竞逐 二 深化与理念相近 以及友好国家的关系 善用国际友谋的氛围 和力量 持续强化和理念相近 国家的伙伴关系 促进区域的和平 稳定和繁荣的发展 创造互利共赢的新合作模式 三 全力争取加入区域经济整合机制 以及强化区域合作 加速完成CPTPP入会工作 是我国目前对外经贸战略的 重要目标 已经结合跨部会力量 全力积极推动 以促进我国长期经贸的发展 第四 扩大国际参与 并且积极做出贡献 开拓并利用双边管道 恰请各国支持我国 参与政府兼国际组织 以务实专业有贡献的原则 积极争取加入国际社会多边的运作 第五 协助扩大国内非政府组织 之国际参与 增进我国NGO对国际社会的贡献 落实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运用我国发展经验和实力 协助国内NGO和INGO合作 进行各项人道援助和发展计划 六 善用国家软实力 让国际听见台湾的声音 我们会持续透过多元的方式 向国际社会来发声 让世界更了解 而进一步 能够更支持台湾的诉求 尤其是加强运用新媒体平台 展现台湾的正面形象 七 精进为民服务和便民措施 我们会持续在疫情期间 提供旅外国人各项服务和更新 相关旅游资讯 另外在7月1号以后 会提供 申办护照便民措施 节省民众的时间和费用 第二 110年度 111年度 本部主管税入 以及税出预算编列情形 一 本部主管税入预算公编列 34亿6822万9千元 包括罚款 以及赔偿收入 185万元 归费收入 30亿6797万元 财产收入2964万2千元 以及其他收入 3亿6876万7千元 二 本部主管税出预算 共编列305亿2631万5千元 以下就本部领事事务局 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 分别报告如下 瓜葫一 本部公开预算编列 共编列280亿 1108万7千元 以下仅就业务的计划 逐向二要提出说明 一 一般行政 编列80亿 30143万元 较110年度 简列1955万2千元 主要是住外单位人事费 二 外交管理业务 编列2亿3394万5千元 较110年度 增列158万元 主要是委托国内智库推动 我国和东协多边关系的经费 三 住外机构业务 编列30亿9853万7千元 较110年度 简列2465万8千元 主要是住外单位 管设 租金等 第四 国际会议和交流 编列20亿4335万1千元 较110年度 增列1亿3752万元 主要是台美校对校合作计划 加强欧洲地区华语文计划 以及APEC相关的活动等经费 第五 国际合作及关怀 编列128亿7718万4千元 较110年度 简列2亿9383万元 主要是双边和多边的合作计划等经费 六 一般建筑及设备 编列16亿5794万元 包括 瓜夫一 驻旧金山办事处管设购置计划 第一年经费15亿5300万元 致远新春活化再利用经费 第三年的预算 6300万元 瓜夫二 泰汛驻外机构馆长坐车和公务车辆29辆 国内公务车辆3辆 以及相关设施等经费4194万元 第七 第一预备军 编列7000万元 和110年度相同 瓜夫二 领事事务级税出税入 预算共编列 11亿3000 税出预算 共编列11亿3598万4千元 各项计划编列情形如下 一 一般行政 编列2亿5665万元 较110年度 简列1263万8千元 主要是资讯系统功能扩充等经费 二 领事事务管理 编列8亿7783万4千元 缴110年度 简列6779万3千元 主要是领悟资讯系统设备更新和维护 护照亲尾办费用 以及邮寄的费用 第三 第一预备金 编列150万元 和110年度相同 瓜夫三 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 税出预算 共编列8514万元 各计划编列情形如下 一 一般行政 编列6799万7千元 较110年度 增列69万5千元 主要是大楼改善工程等经费 二 外交领事人员讲席 编列1701万8千元 较110年度 简列251万4千元 主要是办理太平洋岛国青年领袖培训计划等经费 三 第一预备金 编列12万5千元 和110年度相同 大三 110年度本部 主管税出税入预算 综合说明 在尊结经费的原则之下 本部将持续 和现有的邦交国维系邦誼 和理念相信国家及各类国际组织拓展合作领域 积极争取参与区域的经济整合 加强领务便民服务 国人享有签证便利待遇这国家或地区 现在已经有170个 未来能将兼顾政府财政和外交的需求 持续推动原外工作 以回馈国际社会 善尽国际责任 大事结语 当前国际政经局势变化 剧烈 中国对我持续打压 区域安全 遭受挑战和威胁 外交部会持续积极推进 踏实外交 巩固邦誼 争取更多的国际参与 和理念相信国家深化和广化 伙伴关系 也会更积极参与 全球及区域的合作机制 守护国家主权尊严和民主价值 以上说明如果不清楚 或需要再补充的部分 欢迎各位委员先进多家指教 也恳请各位委员全力 支持本部各项施政及预算 谢谢大家 书面就请大家参与 谢谢 好 现在公开报告的部分结束 继续命运报告 请医生人请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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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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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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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 感谢观看 我们 你到底 亞太斯、拉美斯、北美斯、歐洲斯 你們不用上來了 你們好幾個預算的執行率都非常差 這幾個預算執行率非常差 剛才那個林長州委員也有提到 這幾個預算我現在秀不出來給你看 然後呢 還有 你還有幾個新案子 講個明目就來要錢 你這些案子裡面根本連細節的內容都沒有 把立法院當體管機 我跟你講這些東西你們等一下來跟我拿 這幾個案子 執行率差的拉美斯有兩個案子都是零 然後呢 好幾個案子新的案子歐洲斯北美斯都有 拉美斯也有 這幾個案子講個明目 都沒有講內容哦 底下最後兩頁秀一下 再上一個好來這個你看 亞太斯 他的這兩個計劃執行率一個零一個三十 你剛剛說什麼要詳細計劃 其實這藉口為什麼執行率是零耶 連作業費用都沒有 你看這亞太斯拉美斯來下一頁 北美斯拉美斯歐洲斯 這幾個計劃你看有 一千五百萬的 有九千萬的 這些錢有七十萬這些錢 就講一個題目而已啦 沒有內容 立法院不是你的提款機耶 你下個明目按個數字錢就跑出來耶 部長這幾個詩的這個你是不是回去把它查一下 書面報告送過來好不好 這幾個詩 去跟陳委員說明一下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 好還是不好 好啊 我們來處理 好 好 謝謝委員 好辛苦喔 這個代表我們的國家這個的出訪這次都非常的成功 謝謝 風塵樸樸 在此表達對您的這個記憶 那幾個問題請教一下 第一個就是季辛吉是美國的前國務卿 他也是讓這個中美關係正常化很重要的一個推手 所以經常來講到美國對中國的關係的時候 他經常會發言 他最近說十年內他認為中國會試圖削弱台灣的地位 但是不至於打台灣 但同時時間呢 也看到美國眾議院的這個軍事委員會的這個議員 羅傑斯議員 那他也表達了他認為很有危機 甚至2022年冬奧之後就有可能就會侵略台灣 那有各種不同的 來自於美國的重量級的這些政界人士的評論 您是怎麼觀察呢 非常謝謝委員這個問題 季辛吉他年紀已經非常大 而且是非常非常大 不只是年紀大而已啦 那我不曉得他是接觸了什麼樣的機密 能夠讓他講出這些話出來啦 但是有關於中國對台灣的這個軍事威脅 是實際上存在的 事實存在的 那我們不能夠小看中國對台灣的這個軍事威脅 那其實美國的不管是印度佩抗的這個指揮官 或者是說美國國防部的高層官員 或者是說澳洲的這些高層的官員 他們都已經講到了 可能預見危機的到來 那為了處理這個危機 我們台灣就必須要做好準備 所以不只是說我們要預防三年或五年之後 有可能會有進一步的危機 甚至是只要危機存在 我們台灣就必須要做好準備 我想也相當認同您這樣的一個說法 那多次您接受外國的政要或媒體的訪問 也提到這一點喔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台灣所存在的危機 就是全世界共同面對的危機 我們其實要整個待斷了喔 那除了軍事的危機之外 在外交的部分喔 中國其實也是一直不斷的施壓 但在各種施壓當中 我們看到很多的亮光喔 你看立陶宛 他們正式的讓我們設立了這樣的一個台灣代表處 而且設立台灣代表處喔 我還有觀察到一個小小亮點耶 我們的牌子上面是掛的是我們的國旗喔 有別於說 你看下一頁喔 有別於是這個 以前是國徽而已 這個東西實在是很大的進展 這一點要給我們外交部同仁很大的一個肯定 謝謝 那中國它其實一點都完全沒有任何的這種 放下他戰狼外交的這樣的野心喔 所以對立陶宛 他甚至把他從大使級降到這個代辦級喔 那這樣的一個情況 你覺得立陶宛他們的這個反應怎麼樣 會退縮嗎 應該是不會 各位我們已經看到了立陶宛的外交部長 或者是說其他的高層官員 或者是立陶宛的這些很中央級的這個國會議員 甚至是立陶宛的國父都已經出來講話 而且講得都非常的正面 他們對立陶宛跟台灣能夠建立這種代表處的關係 他們都非常的感動 我相信立陶宛一定是扛得住 那接下來就是說國際社會對立陶宛的這個支持 我們看到了歐盟看到了美國 以及其他國家對立陶宛的這個支持 我相信接下來我們台灣跟立陶宛的關係只會越來越好 是這點真的是很感動 您剛剛提到立陶宛的國父 他甚至說這是一個民主的勝利 那所以既他自己創立這個國家獨立於蘇聯之外之後 那在幾十年後你看到他們面對我們在面對中國的威脅 他可以這樣子鏗鏘有力的支持實在是令人感佩 那接下來呢會不會有其他的可能性 因為這位國父也跟這個捷克外交委員會的這個主席費雪也提到了 他也蠻期待捷克也可以跟進 或者是全世界不管在哪一個州哪一個地區 您覺得接下來的外交的突破跟進展還有什麼樣的可能性 我們該做的部分我們都會繼續來做 但是任何還沒有成果之前的這種過程當中 我不敢在這邊多做說明 是 那就是充滿期待啦 我想外交部一直很努力在做這個事情 那所以這次預算上當然也有一些增加 那在做這樣的部分 我跟林昌作委員的看法一樣 我們會全力支持這件事情 謝謝 那就是希望說再怎麼樣的困難 雖千萬人無謊以 讓台灣的聲音在全世界可以被看到 尤其在這個時候大家這麼樣的支持 我也可以跟您分享一個小小畫面 我們在地方上宣講公投的時候 其實除了講這四項以外 其實除了講這四項以外 我們提到了這個F16V的成軍 總統親自的教育 看到您所建立的外交成果 其實在台下很多的群眾都為之動容 所以要知道說其實你們在前面衝鋒憲政的時候 其實是有很強烈的民意在支持的 那接下來這個台灣的疫情很不容易 這個上下一心 外交部各個同仁從大使到代表處的這個代表到同仁都做了很多努力 但是我們穩定下來了 可是我們的相關支持過我們的這些國家 哇現在蠻辛苦的 我看到說這個捷克的這個單日的確診人數一直不斷的在創新高 然後斯洛伐克其實也是 我們會有什麼換我們再繼續回頭去支援他們的這樣的計劃嗎 有 我們也有跟他們在做討論 就是說他們疫情相當嚴重的狀況之下 看看是不是有一些什麼樣的這種支援我們台灣可以提供 但是我們所獲得的就是說當地的這個醫療資源在經過這一陣子的整備之後 他們其實是足夠的 甚至那個委員也看到了就是不管是斯洛伐克捷克波蘭或者是立陶宛也都贈送我們原來所缺乏的這些疫苗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就是一個資訊的交換經驗的交換就變成最主要的 那我們會持續透過我們台灣本身的這個防疫的這個經驗跟這些友好的國家來進行交換 好 那這個這樣聽起來他們認為目前還尚可控制 那當然是一個好消息 那但是也請持續傳達我們台灣願意繼續回饋支持 彼此之間支援的這樣一個心意 非常謝謝委員的這個建議 好 謝謝 接下來再講到預算來論預算的話 外交部的這個租金超過千萬的管處 目前大概還有25處 那25處裡面有些已經陸續在評估中 那還沒有評估的有包括住的代表處有15個地方 那以前已經購置管處的我們看到他省下來的租金都頗為可觀這樣子 那所以接下來的部分還會持續評估嗎 有什麼樣的計劃嗎 我們會持續評估 那比較細節的我請我們的秘書處處長來說明 好 請 報委員那個我們外交部依照成績會在明年度來更新 住在館處的構建名單 那到時候也會把委員所關切的住德國代表處等幾個管處列入檢討 到時候我們會看住在國的情勢產權的問題 以及國內財政那外館的租約成績等等 來做一個通盤的考量更新這個外館住在館處的構建名單 你算好了 好 請繼續加油 看起來包括我們在紐約等等的這些地方 購置管處之後那個效益真的都蠻大的 沒有錯 一點都沒有錯 是 就請繼續持續評估 最後一個問題請教就是說 國際行政組織已經很多的國家的議員都 國會議員都有觀察到 哇 這個中國的這樣的一個侵入 其實帶來的是那種散播那種反人權的這樣的一個作為 然後呢這樣的一個作為其實已經讓大家感到警訊 所以一直在抵制中國的進一步的取得相關的資格 那我們現在在爭取國際行政組織的部分 有沒有什麼進度有可預期的一些進展 我們還是持續在推動當中 除了說我們國內跟那個 我們的刑事警察局的局長之間的那個合作之外 我們也透過國際社會對我們的聲援 那國際社會對我們的聲援其實是來自美國 來自歐洲許多的國家 尤其是跨國的這個國會議員的這個組織 他們也對他們本國的這種政府提出這些要求 希望能夠協助我們台灣參加國際行政組織 那我想有一個他們最重要的考量 就是說這個組織不能夠被中國所掌握 那如果說中國的這個相關的官員希望能夠介入的話 他們很擔心說中國會透過國際行政組織 胡亂發送紅色通報 那這個對國際社會的這種犯罪的防治是會有一些衝擊的 所以我們會持續透過我們的管道來努力 好 最後就是要表達對外交部的感謝 就是世界最大型的世界同志遊行的部分 在高雄準備要舉行 2025年 那他本來在名稱上有一些矮化的情況 那也在大家的溝通之下也有改正 這一點也謝謝外交部的努力 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趙委員 謝謝廖婉如委員 我們接下來請馬文君委員諮詢 謝主席麻煩請部長 好請入部長 馬委員你好 好久不見 部長好好久不見 部長 延續剛剛趙委的問題 就拜習會以後 視訊會議以後 他們的關係顯然從緊張對峙的狀態 顯然有緩和的趨勢 部長有觀察到什麼樣的變化嗎 對我們又有什麼影響嗎 因為剛剛也有提到 包括季辛吉前國務卿 他說他不認為中國在未來的十年內會打台灣 然後 不過他一定可能會削弱台灣的地位 不過在美軍事委員會議的議員 他也示警 中國可能在北京東奧以後就犯台 這除了他們兩位以外 其實有非常多的 不管智庫也好媒體也好 非常非常多的對象 其實都針對我們台海的問題 其實都有很多的說法 不管是哪一年 不管是近或遠 不管會或不會 就這個目前的局勢變化 部長你有什麼樣的觀察嗎 剛剛你雖然說 那個季辛吉前國務卿 他年紀非常大 可是他是一個持續在關心 不管是哪一個區域的一些地緣政治也好 全球的政治也好 其實他都非常的關注 我想跟年齡可能也沒有太大的關係 這個部分就你的了解 還有這個軍事委員會的這個議員 他的說法 你有什麼樣的看法 非常謝謝委員 的確我剛剛講說年紀非常非常大 這件事情我可能要做一下 那個修正 不會因為年紀大 我們就給予歧視 那的確我們台灣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是我們國人所重視的 那在這一個層面 我們看到美國跟中國之間 因為這一次的視訊對話 我們看到是有一些變化 那這些變化我們都有掌握 比如說在這種根本的這些議題方面 比如說涉及到台灣啊 人權啊這些議題 台美美中之間是沒有任何變化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美國對台灣的這個支持是沒有變化的 那另外我們看到一個些微的變化 就是說美國在反對片面改變現狀 他們用了更加強烈的字眼 就是說非常強烈的反對片面改變現狀 所以說我們有看到這方面的改變 但是有關於美國跟中國之間的這個關係的變化 美方人士是跟我們講 就是說他們不希望看到美國跟中國之間 持續走向對抗的這條道路而導致失控 所以他們必須要有這種對話的機制 這種對話其實從過去到現在都會有 剛剛講的片面改變現狀的 這個其實從過去到現在也都是存在 也一直都是這樣 所以我們是在這個變化當中 我們現在要特別提醒的是 不管他們怎麼變化 其實只有我們台灣的角色 一直是往比較兇嫌的方向在走 所以這個部分也是我們自己可能要警惕的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靠任何人 我們如果要靠誰來幫我們 其實等於是等死 所以在這裡我們還是希望大家可以審時度勢 因為中共現在的視野已經是全球 他並不是只看在台灣 所以就全球的角度 台灣在美中戰略思維底下的角色 才是我們應該自己要去找到我們的地緣政治地位的 這個也是我們的優勢 台灣剛剛部長也提到 人權跟民主是我們優於中共的 這個部分怎麼樣讓它凸顯出來 其實這才是大家也可以認可我們的 可是我們不是一直在 可是不是一直認為說我們表面上聽到的 不管是哪一個國家 幫我們講幾句話或者口頭承諾 那個對我們來說都完全沒有保障 我們需要的並不是這個 所以其實我們希望在外交路徑上面 應該要怎麼樣去努力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像過去已經好幾年好像沒聽到消息 就是我們的新南向 我們一開始的外交路徑其實非常強化的是這個部分 可是現在好像是轉向了 目前包括跟我們顯然比較友好的 好像近期關係升溫 立陶宛 捷克 斯洛伐克等等這些國家 相信我們的重心好像也是往這邊 可是這些國家除了在表面上對我們這樣子的友好以外 我們希望我們也可以看得更深層一點 比如說像立陶宛捷克等等這些 因為在歐盟裡面它有老歐洲跟新歐洲 新歐洲這些國家其實是比較不被重視 或者它的地位比較沒有那麼穩健 所以其實他們需要被支持 他們需要美國的支持 那美國在跟中國對抗的這個當下 其實這些國家也都扮演一些角色 我們當然也對他們提供了很多的商業投資跟協助 我們在這裡除了這些以外 我們剛剛一直提到的 因為我們上來以後斷交了很多的國家 我們在這個部分是不是有持續的努力 我們在現在花很多的預算 我們每年在增加 我們的邦交國我們沒有增加的情況之下 可是我們增加很多的預算 大家覺得理所當然嗎 其實我們在整個外交的角色上面 或者我們在對外上面其實是越來越困難 所以我們的外交的方式應該要做什麼樣的調整 像美國跟中國這樣對抗的情況之下 他們才是真正的競爭對手 他們也都可以坐下來談 外交其實最成功的部分 其實就是要把最危險的狀況 最差的狀況讓他扭轉成比較好的狀況去發展 這個如果我們認為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你對任何的對象其實都應該要一樣 包括對我們周邊威脅很大的這些相對的這些國家都一樣 其實這才是成功的外交 所以在這裡我想另外剛剛也提到 現在他們這些跟我們關係不錯的這些國家 立陶宛斯洛伐克捷克等等 他們在疫情這麼緊張的情況之下 我們有沒有考慮把高端送給他們 其實就過去這段時間 委員剛剛提到還有斯洛伐克和波蘭 他們都送我們不少的這個疫苗 所以他們的疫苗其實是不缺的 但是我們會跟他們持續來做這個經驗的交換 如果說有什麼需要的話我們台灣會提供 因為其實他們在當下可能不缺 他們也願意送給我們 那未來我們也希望如果有機會 我們也可以表示我們的誠意 那也會持續跟他們談嗎 如果他們有需要我們也會送嗎 對不對 因為畢竟是我們國產的 對 會有這樣的 我們非常感謝委員的這個提議 那我們也會持續跟這些友好的國家 來考慮說他們有需要怎麼樣 因為接下來我們要談的就是波柳 因為波柳的總統顯然最近生氣了 因為當初我們在跟他談的時候 波柳是少數其實願意非常挺我們的 然後在疫情發生很嚴重的當下 其實他們也讓我們有旅遊泡泡 可是顯然我們是不是對人家承諾太多 讓他們期待太高 因為波柳是一個以觀光為主的國家 那現在我們一個月連一個航班都沒有 當然他們會很緊張也會很生氣 那這個部分我們應該要有什麼樣的因應的措施嗎 當然你也不能全怪滑航 因為他們在商言商 沒有人要去的時候 那當然他們沒有航班 那這個部分我們應該要怎麼樣維持我們 對我們友好 而且高端目前可以承認的波柳也是一個 那你應該要怎麼樣去面對 或者去因應解決這樣的狀況 有我們都在跟波柳討論 直接跟波柳的轉動 有做法嗎 有做法 以目前來說 因為我們當初一直 當初七八月 八九月會比較多的時候 是因為大家國內沒有疫苗可以打 全部都是有一些 甚至有錢人 企業界搭飛機過去打疫苗而已 那對於這樣子的狀況 是因為來台灣 其實他們還是要可能在防疫旅館要待很長的時間 那我們如果過去旅遊 我們還要做一些篩檢 像你現在在跟日本跟新加坡都會面對這些問題 我希望對我們友好的這些國家 我們應該要去想辦法 柏柳這個部分 希望可以好好的去做一個解決 不要傷了大家的和氣 也傷了彼此的感情 我知道 謝謝吳議員關心 我們也在跟華航談 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 好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廖婉如委員質詢 好謝謝主席我請下部長 請吳部長 廖委好 來部長辛苦了 謝謝你 隔離完之後就趕快 那個來排審查預算 其實針對預算來講 我知道其實一直都在外交國防委會 外交我們的外交的困境 包括大家在外交工作上的辛苦 我們都可以了解 但是我們也看到一些預算的增加 原則上我們都會支持 但是呢 有一些增加的預算 讓我們質疑的地方 我們還是會提出來 是 那針對預算 之前我有幾個問題想請教一下部長 是 就是最近我們炒得非常熱 尤其國內一直希望說台灣能加入CPTPP 那當然我們都知道 當初歐巴馬成立了TPP之後 那後來因為美國退出 變成了CPTPP 那他主要就是要對抗 以中共主導的RCEP為主 那我們一直在努力加入CPTPP 結果呢這幾天呢 拜登說他們絕對不會再回去 那個 不會加入CPTPP 反正英國想加入CPTPP 那但是呢 美國啊最近又說他們希望成立建立一個印太經濟新架構 那這下子我們到底要加入CPTPP 還是未來美國主導的新的印太經濟架構當中 我們反而要積極加入呢 謝謝委員 CPTPP這個是一個我們既定的方向 這個是不會打折扣的 我們都在努力當中 所以那有困難還是要朝這個方向來走 是 也不是說有困難就不加入 有困難 我們知道那個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我們還是具體的在努力當中 我們也看到越來越多的這種 實質的這個協商都在進行當中 但是美國所發布的這個新的區域的經濟框架 那我們對這個也感到非常的興趣 那也在跟美方在討論 有討論過嗎 有在討論說我們台灣如何在這個新的框架下面 扮演一個正面的積極的有貢獻的角色 不要說扮演吧 看能不能到時候讓我們也加入一個 這個印太經濟體吧 在討論當中 可以嗎 討論當中 代表外交部有已經涉及到這個問題 也談論過就是了 因為我們希望當然要加入CPTPP 還是有它的困難度 我們現在一直在努力 那如果說美國為主導的話 或許跟那個我們 台北之間的關係好的話 或許會比較好一點 未來在經濟上 增加我們的一些 經濟貿易的一些正面的方向 這就很好 那我們更高興說 外交部可以正面的回答說 已經有在接觸了 代表我們也積極在處理這一塊 好 謝謝 第二個問題我想請問一下 在預算當中編了很多 國際合作及關懷的預算 但是我覺得奇怪 現在新聞性比較高的 中東地區我們都比較弱 我們的邦交國也好 不要說邦交國 就是代表處的設立等等的 那很多呢 我們都設的比較少 那針對阿富汗現在的國情 然後現在變成塔利班政府 那國際上比較少認證 那我是想說 我們有沒有在阿富汗那邊 做一些人道的救援方法 有 有嗎 有幾個不同的部分 但是涉及到這個是 我這邊沒有辦法公開 外交上的東西不好講 有 外交上真的是不好講 有一些涉及到機密的 沒有辦法在這邊公開講 因為過去我們常常就要送口罩 包括你預算裡面 有很多國際合作的跟關懷 但實際上我們就看不到這一塊 是比較敏感呢還是不好講 最主要是我們沒有難民法 所以我們的協助方面 都是一個私底下的這個協助 包括我們有一個政府的一個協調的這個機制 來具體協助在阿富汗這邊的人 讓阿富汗有感受到我們的關懷 他們那邊有一些機構 都有感受到我們這邊的這個誠意 那未來可能有一些事件 委員也會注意到就是說 我們跟阿富汗這邊的需要協助的這些人 其實都有保持聯繫 因為我不希望裡面看到的 他們都每日澳洲 澳洲這幾個國家 就是一些關懷的一些合作關係而已 那針對一些真的在國際上需要弱勢的一些關懷的 我們應該也展現我們自己的國家的氣度 是是一定的 這是我提出來的 第三個也是剛剛我們張偉也問到的 國際刑警組織這一塊 明天就要開會在土耳其 那我是覺得我們為了要加入國際刑警組織 我們還製作了拍攝的一個短片叫做 The Missing Peace 就是遺落的角落 說真的我們也蠻可憐 Missing Peace 然後但是這個這個這個影片拍出來之後 好像還是被拒絕 我們還是很難加入這個國際刑警組織 那我想問一下為什麼 外交部在這一塊有什麼樣的推動方式 尤其是現在我們聽到 中共的公安部的國際合作局副局長 那個胡彬彬啊想加入國際刑警組織的一個職委會 這職委為一家軍更不得了 一定是排擠我們嘛對不對 那我們到底有什麼方式來協助我們加入國際刑警組織呢 因為你剛剛也提到嘛 如果他們要主導的話 比較危險的是 包括可能香港的問題 台灣問題 西藏問題 新疆的問題等等 可能他就用紅色通報來處理的話 對這些國家來講 他排斥的國家可能是不公平的 那我們為了加入國際刑警組織 外交部有什麼做法 有幾個層面跟委員報告一下 第一個層面就是說我們國內各單位的這個協調 那我們跟我們的刑事警察局之間的那個協調是非常的密切的 那我們也替他們發函給很多的這些 相關的 國際上的這些朋友 那也發函給那個國際刑警組織 希望國際刑警組織能夠接納我們 那第二塊就是說 單獨的跟一些重要的理念相近國家去跟他們爭取 爭取他們來支持我們 那這一塊是有蠻多的這個成果 第三個是跨國性的 部長 過去我們常看到外交部在做圍上 常常是投書啦 結合媒體宣傳啦 或是視訊 當然跟我們刑事警察局這邊 也在跟他們做協助 但是我是覺得能不能利用一些公民團體 然後有我的團體 僑民或有學生 公民活動的方式去來 來增加我們的曝光力 然後來做發酵 讓我們有機會加入國際刑警組織 委員這個提議很好的 那我就交給我們的國際組織 我是覺得這些民意的結合 地方的結合 凸顯 包括我們現在 在國際當中有很多到很多很大的認同 大家對中共又排斥的情況之下 這個機會我是覺得趕快來抓住 抓住的話我們如果好好宣傳 或許我們就可以加入國際刑警組織 也避免像類似的中共設計的一些單位 變成一個紅色通報 對他們來講 這有點危險 謝謝委員 我會請我們的國際組織市長 來具體對待 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美國總統拜登 預計在12月9號10號要召喚民主峰會 那聽說邀請了100多個國家元首要來參加 那側面的消息聽說我們的元首也會受邀請 請問一下我們的總統會參加嗎 這個部分我沒有辦法跟那個委員來做說明 但是美國的政府尤其是AIT 我跟委員做說明 就是AIT這邊已經對外來做說明 那美國的政府也有很多的官員來做說明 就是說我們台灣可以在人權在民主這一塊 對全世界來做出貢獻 那我們也希望說我們台灣能夠 有機會來參與這個民主高峰會 能夠對全球的這個民主的推動 能夠有一些貢獻 他這樣表示那有沒有邀請呢 這部分我沒有辦法跟委員做 側面是說有 我們擔心的是說當邀請了之後 很肯定我們國內的這種民主的發展等等的 但是邀請了之後搞不好就是總統不能參加 只能將APEC要代表人參加 部長參加而已 我是覺得這樣就很可惜嘛 這個我們都在努力當中 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立法院 剛剛有很多委員有提到 我是覺得我們設了代表處 那一個原則 雖然是立法院國家不是很大 但是呢 我是覺得既然我們設立代表處 有沒有積極 尤其是中共降級的嘛 把他設代辦處而已 所以我們有沒有機會去突破 當然你會回答說阿瑟代表處比建交好 我們有沒有辦法突破跟他們建立邦交 這個部分不是我們的工作的重點阿 接下來我們在代表處設立了之後 就是要推動實質的關係 不管是經貿阿或者是文化阿 人對人阿城市交流等等 我們具體推動這一件 那很奇怪阿建立邦交國不是外交部主要的工作嗎 目前有關於立陶網 你問立陶網嗎 有關立陶網我們才剛剛設處阿 我們在設處之後就是要把這個基礎 把這個當目標來做就是了 不然本來外交部就是希望建立多一點的邦交國阿 做朋友 然後那個建立邦交不是目前的工作的重點阿 先做朋友就對了 不一定要建立邦交國 做朋友再來就是要把雙方之間的那個可以合作的這些項目 建構起來 就要把它建構好這樣子 我希望當然啦 因為我們邦交國也蠻少的 那我是覺得當然多一個朋友多一個朋友 邦交的關係有不一樣的 不是設代表處而已 代表處總是協助的工作阿 就是有一個據點而已啦 當然可以在經貿合作上任何的交流活動 但是畢竟多一個邦交國就是多一個邦交國 如果友好的話 我們希望朝這個夢標來走 好不好 謝謝部長謝謝 謝謝 好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溫育俠委員質詢 來主席我們邀請吳部長 請部長 沒關係慢慢來慢慢來喝口水 稍微休息一下 謝謝 謝謝吳部長 對我這麼體貼 啊 部長很早 很早 現在已經隔離出來了 也辛苦了 謝謝你 我們廖委員有在說 我們立陶宛已經在臺灣掛牌 現在他們在臺灣什麼時候掛牌 剛剛你所說先交友 那我再請問一下 因為他們前總理有說 他說這個因為大陸對他們的報復 所以他們說有可能意味著 意味著要跟中共斷交 有可能他跟中共在這裡是不是就跟我們建交嘛 對不對 有這個可能 對不對 我們現在是不是要考慮 現在是他跟我們建交 當然是這麼好啊 多一個朋友是多一個好啊 而且我們的十五個不可以變 不可以用外勤呢 這是要鼓勵呢 對不對 對 委員 請多謝你關心我們的外交 長期以來都是關心我們的外交 那這方面我們外交部的同仁都非常的感謝 那有關於我們跟立陶宛的關係 就好像我跟廖委員剛剛報告的 就是說我們現在才設立代表處 那我們工作的重點應該是在設立代表處 把雙方的關係把它給弄得更好 我們聽到他們前總理 那句話有沒有很高興 有可能 我們必須要非常務實的來推動 我們跟立陶宛之間各個層面的關係 是齁 是齁 再來 務實外交 也要保持我們的邦交國 對 我們有在努力 我們有在努力 我們整個國家不可以減肥 我再請問 那個拜登 拜登現在正式要考慮要抵制北京的東奧 他考慮要抵制北京的東奧 請問 如果美國抵制這個東奧的話 那我們要不要跟進 我們要對嗎 有關於拜登總統所說的那個抵制 他叫做 diplomatic boycott 就是在外交上面 就是說運動員照常去 那但是官員不去 那已經有其他幾個國家說會討論來跟進 那有關於這方面的話 因為不是外交部的這個權責範圍 但是如果有一個跨部門的這個討論 那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外交部希望能夠來參與討論 我們現在預估評判 那要這樣啦 那這樣是不是 那要對美國走來講 我們是要預估嗎 萬一我們有什麼損失嗎 譬如講 我們有 我們包括運動員會去 如果美國他們是運動員去 然後那個 這種那個 自公也可以去 那 你說我們官員不去 那這是不是算一種抵制 如果算一種抵制的話 我相信我們官員要高層的官員 不是用官員 就是在帶隊的什麼 帶隊的這些官員 如果說一個分量足夠的這個官員 要去中國 現在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們不會跟著抵住 也不是就是說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跨部門的這個討論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跨政府部門的這個討論 才能夠做最後的確認 所以我們還是太遠過去就對了 不是 就是我們要討論出一個結果出來才能夠講這樣子 那這是不是要跟總統討論嗎 應該不是 應該是一個跨部門的一個討論 因為我想說 我想建議 我們應該好好思考 因為我們接下來 他們是2022年 6月份的有一個成都四大運 然後呢 9月份還有一個杭州的亞運 這個兩個運動會 對很多運動員來說 它是一個夢想 所以說我們 在我們決定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好好考量 對 我想文委員說的沒有錯 不要說為了這個邦交什麼 外交這種方面 然後呢 就來磨殺這些運動員的這種機會 對於運動員的他們參賽的這個權利 我們政府的相關部門向來是非常的重視 我們對他們真的是非常的重視 這個培訓的過程 或者是協助他們的這個過程 大家都看得到 好 美國也不開心 好像這個也不太對啊 因為 反萊豬的公投 跟CPTPP 無關 我想都涉及到國際的經貿 那國際的經貿非常重視的就是國際的標準 或者是說國際共同的這些作為 那 反萊豬公投的這個公民投票 我們台灣如果說把這個科學拿來投票的話 我想這些相關的這些國家都可以 都會看在眼裡 這不是科學投票 對於我們是不是能夠接受國際標準的這個誠信 這是對於百姓的健康來投票 不是這個科學 不是 科學是上面的說 但是白線是跟著說我們要照顧 世界衛生組織Codex 都有一個國際共同接受的這個標準 沒有 CPTPP 美國也不在裡面 沒有 同樣的就是說 我們接受國際標準的這個誠信 是不是能夠被CPTPP的這個誠信 的成員國所接受 CPTPP的成員國不是每一個國家都有進來主 像你說英國現在要申請 中國要申請 他們也都沒有進來主 怎麼有人說他們兩個沒有進來主 不可以加進 也沒有 新加坡還說歡迎中國加入 這樣跟我們說的就不少想 我覺得我們這樣在在 我在這邊 這邊是很不願意涉入到那個政黨之間的這個旗艦 那但是有一個事情非常清楚的就是說 我們跟美國關係很好 我們台灣人到美國去 像我在美國住了11年 我兒子也住在美國 在那邊都沒有問題了 為什麼回到台灣來 然後就會說美國豬是毒的 不是啦 那這個是沒有辦法讓美國人接受的 我們把這個健康的問題拿來公投 這樣子對國際社會來講 這個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補充府補充府 我跟你講 他跟美國談到說我們台灣要做什麼事情 日本的核死 他就不因為說我們沒有跟他進核死 就要反對我們的CPTPP 日本 他是CPTPP的主導國 他不會因為我們的反對 我們的核死不盡 然後他就對引擾我們 沒有啊 對嗎 希望我有機會 來跟委員報告 好來 我不來請問好來 請問喔 是 我們外國保證CPTPP裡面 我們每一年都賺1500萬 我每次都兩年我都看到 我們請問這都賺錢幾年啊 第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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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一個什麼成果 有有有有很重大的成果 像那個有一些本來是 對我們不理不睬的這些國家 透過這個預算的編列 實際上的這個作為 然後去請一些國會議員啊 或者是學者專家 來召開這些研討會 或者是進行遊說 那現在幾乎是所有的國家 都能夠願意跟我們來召開這種 所以我們有很多國家都有 非正式性的這個諮商 因為我們幫你請教 請教你們裡面 啊你 你給我的資料 你看這個資料裡面 推動加入CPTPP 是我國重要的政策目標 這我們早就知道 結果你這裡完全都空空洞洞 有實際上的這些作為 我們也不看得到哪一個成員國 要跟我們推薦 還是說哪一個成員國 怎樣 跟他說強化我的CPTPP 的推案文宣 像我國政府 像成員國政府 闡述我國什麼什麼什麼 啊說到這裡幾批 都沒有什麼 六千萬四年六千萬 結果一個點點四十六千萬 這批就該我 這樣的 有小公投票 這個部分有我們的書面的報告 來跟委員說明 但是委員收到這些書面的報告之後 就不要多婚派 你要看行政院 那個談判辦公室裡面 那也是一樣 從2019年12月之後 再來到今年9月份才有 這中間要跟兩年中間都空洞 都沒有 這邊也沒有 這邊送給我們還是這樣 我丟我國經事先個報告 然後我那個委員就不要對我公開這樣好不好 好 好 謝謝 謝謝部長 謝謝趙偉 好 謝謝 待會我們到蔡司令委員執行完畢 休息五分鐘 我們現在請吳司會委員執行 有請外交部部長 好 請我部長 吳委員好 部長好 我首先想請問 是 現在明年2月 北京冬奧要舉行 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都在呼籲 還沒有確定 要外交抵制冬奧 我想問問我們 中華民國政府的態度 外交抵制對我們來講毫無意義 因為我們現在幾乎沒有來往 所以沒有什麼籌碼 但是我想問外交部長 在你的立場 代表政府能不能 會不會參與這個外交抵制 對於運動員的權益 但現在美國也講運動員 仍然參加 包含我們還有30位台灣青年 參加這個北京冬奧的志願工作者隊伍 這些是不是請部長 簡短回答我一下 很簡單跟吳委員回答 就是有關於那個外交抵制 這個部分 我們政府還沒有進行任何的討論 但是有關於我們運動員 參加賽事的權利 那這個部分我們政府會全力來確保 包含這30名志願工作者呢 就是有關於那個參加賽事的這些運動員 以及要讓這些運動員能夠成功的參加賽事的 這些相關的同仁 好 因為本席辦公室接到很多電話 他們非常操心 對年輕人來講 對運動員來講 能夠參加這種國際賽事是很榮耀的 所以我們政治跟體育應該要分開 這一點請部長特別重視 第二個我要問 拜習會結束了 全球各自解讀 但是我們台灣怎麼解讀 這是很重要 不能用大內宣的手法 我想部長你是涉外事務非常多年的 最近這幾天你接受外媒訪問還講 台灣現在面臨戰爭的威脅非常嚴峻 這點很多媒體也討論過 我想在拜登跟習近平兩位的解讀 各有落差 他在這個拜習會之前之後 美方政府AIT也好 或者其他高層 有沒有透過其他管道 像你這裡 或者像蔡總統 表達或者解釋真正的意圖 謝謝委員這個提問 拜習會之前 美方已經跟我們做過事前的這個簡報 那在拜習會之後第二天 他們也跟我們做了一個事後的這個簡報說明 那我們感受到的就是說 美國對台灣的這個支持 是一點都沒有打折扣的 好 我想部長這裡的回答很重要 拜登連續四次修正他前面所說的話 他說的話跟國務院說的話 跟外交系統說的話 都有一些模糊空間重新解釋過 他是不鼓勵台灣獨立 這個意涵 包含台灣關係法 三下保證 六大保證等等 這些他一再的重複一中原則 跟習近平的講話 是有一些呼應的 我想在外交部立場這個怎麼解釋 有關於那個美中之間的這個高層會談 那由於那個美國是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友好國家 那也因此我們都很仔細的在觀察美國總統 他對外的這個公開的說明 或者是白宮的這些書面的說明 那我們所觀察到的就是說 那個拜登總統 他跟習近平談話的那個過程之後 白宮所展現出來的就是說 台灣關係法的這個位階 台灣關係法是擺在三個公報之前的 那這個對我們來講是一個很安心的 謝謝部長 另外就是說 強烈反對片面改變現狀 第一次我們看到強烈這個字眼 那對我們來講 這個也是一個讓我們安心的效果 我請部長要注意到這個脈絡 從拜登上台以後的競爭 對話 對抗 現在變成競爭 對話 對抗已經拿掉了 要積極有建設性的建設護欄 也就是所謂的安全門閘 這一點請部長特別管控 這是對台灣安全有影響的 最後十秒鐘我問一個 宏都拉斯到底會不會在選後跟我們斷交 有沒有預判 非常謝謝委員的這個提問 我們跟宏都拉斯之間的關係到目前是非常的友好 那選舉是在11月28號舉行不管是誰當選我們都會全力來鞏固我們跟宏都拉斯之間的這個邦交關係 那我們不只是跟執政的陣營也跟反對的陣營之間也保持非常密切的聯絡 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們跟宏都拉斯之間的邦交沒有問題 到目前為止 我們經到外交作驗很多人給我的訊息是 即將卸任也不可能連任的這個總統最兩天來 到底來談了什麼帶了什麼好處回去 對於現在可能勝選的在野黨會不會產生負面的效果 這個我請部長要好好評估 對我們如果再少掉一個邦交國是很大的傷害 請部長要做好因應措施 我知道 好不好 我知道 謝謝委員 謝謝委員關心我們邦交國 好 謝謝 接下來請蔡慎英委員質詢 感謝主席能不能請部長就被巡台 好請部長 委員你好 委員你這樣總共隔離幾天啊 我就是依照那個指揮中心的這個要求 就是需要隔離就隔離 需要自主管理就自主管理 昨天最後一天 隔離14天加7天自主管理嗎 對 昨天最後一天的自主管理 所以今天第一天就排預算審查 所以我說第一天上班馬上到立法院來了 是 好 那我想雖然你在隔離 但是你對於工作的政務 我了解到繼續有在持續推動當中 那其實大家很關心的當然還是所謂的 美中兩強的一個視訊的會議的內容 我想很多委員都問你 但我是覺得這個可能還是希望請我們部長 好好的來解釋說明就你的觀察 這個是後來拜登總統在接受一些媒體訪問的時候 特別又提到的一個東西 然後他這邊提到說有包括他就說 我們這個支持台灣的台灣 然後他一直 就是independent等等的這些 我想這個東西其實還對還蠻重要的 因為有人說他沒有支持台灣獨立 有人說沒有 這句話是指他對於台灣的獨立自主的決定未來是支持的 那又有人問到說台灣 台灣actor 或者台灣equachment 到底又是什麼意思 那部長你綜合過去這個我們跟美方的這樣的一個對話的結果 你有沒有簡單就這個部分來說明一下 外交部的研判是什麼 很簡單的跟委員和委員會做一個說明 就是拜登總統曾經提過台灣agreement 那最近也提到台灣act 那其實應該是在指台灣relations act 因為他實際上有參加這個法案的討論以及投票 台灣關係法嗎 台灣關係法 他對台灣關係法是有足夠的了解 而且非常的重視 那後來他有講說台灣independent 這就要有什麼解讀 這個部分應該詮釋為說台灣目前是不受中國控制的 那台灣的未來應該要由台灣人民來做決定 那如果說看前後文的話應該是這個意思 那後來那個美國在那個白宮的一個新聞聲明上面 在拜習會之後的新聞聲明上面 他也有講一句話 這個跟我們的政策其實是一致的 就是說強烈反對片面改變現狀 那總統在10月4號的時候也有講 就是說我們要捍衛現狀 我們要強烈反對 避免台灣的那個台海的現狀被改變 所以重點其實就是這幾句話 反對中國改變台灣的一個現狀 那我記得其實美國政府也有認為 中國正在逐步的改變台海的現狀 這些相關的這些內容 那我覺得這些都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我也期待外交部在這個部分 跟美方維持良好的溝通關係 我覺得台灣人民都非常關心這樣的一個議題 那我老實講 我認為拜習會的內容裡面 後來他發布的關於台灣的新聞稿 他講了三個很大的一個東西 第一個強烈反對改變台海現狀 然後台美的關係 包括就是一法三公報加上六個保證 然後再加上說這個美國都很 美國對於一個中國政治 他特別打個刮虎等等的這些來說明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對台灣看起來是友善的 是 那接下來我還要問一下這個 這兩天非常紅的立陶宛 因為今天我們黨團開會的時候 媒體也都在問立陶宛的議題 但我是覺得這個外交部對我們這個立陶宛的說明 沒有很清楚 所以我特別再請教一下部長 第一個 我上個月 才問過我們外交部政務市長田次長 還有歐洲市副市長 他說我們的住立陶宛辦公室在明年初要成立 我想請教一下 成立了沒有 我們住立陶宛的辦公室 那個18號已經成立 那我就很奇怪 10月18號問你們 你們跟我說規劃明年初 預算明年初開始編明年初成立 怎麼會突然間找了一個多月 那個歐洲的業務不是我們田次長的這個業務 可是你們副市長也回答這樣子 那個問到他們來台灣 他們來台灣目前的那個 執程的規劃的確是明年 明年初 那我想問一下我們的預算是編明年開始還是今年開始 我們的部分就是說 現在掛牌運作是用今年的這個預算 那我們今年有編立陶宛的預算嗎 沒有啊 那你準備 好來來說明一下 因為你們對我們來講還是明年度啊 我們是在那個駐外機構業務向下運資 那你要移誰的錢 我們有結餘款我們可以運資 那為什麼會有結餘款 變太多了 沒有 因為今年匯率會有比較好一點 所以有結餘款 那你這樣明年度的話 要把相關的費用打下來嗎 有編列預算 我會覺得這樣子 因為這件事情我是覺得其實可以早一點 或者我們在詢問的時候其實 外交部的同仁就可以跟我們立委講這件事情 是是是 因為我相信才差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沒有不能公布的理由啦 這是一個 好那我再還是要問一下 好那這樣就你們理解的話 那立陶宛駐台的辦事處 大概什麼時候要成立 明年初 呃 實程的規劃 我沒有辦法替他們做說明了 但是他們目前規劃的那個方向應該是在明年的年初 好OK好 那因為我還是要跟 部長再特別講一下 因為你們10月份回答我 是 我問的是駐立陶宛辦事處 不是立陶宛駐台辦事處 OK 你們明明告訴我駐立陶宛辦事處是明年才要成立啊 所以我真的是強烈的認為你們這樣都是在騙我們你知道嗎 沒有沒有沒有 不好意思 如果說當時有講錯話的話 你明明次長這樣不行喔 雖然我很敬重他 可是我覺得 畢竟你們的歐洲師傅 欸今天副市長沒來嗎 欸也是有啊 副市長 副市長也有啊 對啊那你當時為什麼會這樣跟我們講 對啊 你怎麼回答 你怎麼回答 就是當時市長有一些說明有空 對啊你也在旁邊啊 照片上有你有 那才發現有啊 下次我要自己是跟那個委員說明 對啊講完之後你們發現講錯也不適合跟我講一下 我還是想說明年度 好 那另外一個我想確認一下 立陶宛駐台的正式民嫌確定了沒有 有在做討論 但是由於那個明顯 應該是對方要用的 嗯沒錯 要去尊重對方 等到對方宣布之後 我們才百分之百確認他們要用什麼風險 好 那他們主管專屬是他們的外交部還是經濟創新部 經濟創新部 就是確認經濟創新部 好 所以我們當天我們駐立陶宛的代表書成員的時候 他們經濟創新部等有來嗎 啊並沒有 因為他們希望說我們已經 那個能夠 實際上的能夠設處了 希望說能夠有一個比較平順的一個安排 所以我們就是以發信問稿的這個方式 OK好 我想是這樣子啊 其實我覺得 我們推動的是實質上的關係 我覺得現階段應該是如此 那雖然 呃 台灣的對外設立很多的組織單位 但我還是不建議 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就太去強調主權的意涵 對沒有錯 因為你太過強調主權的意涵的話 那你剛好就是跟 中國的外交政策是硬碰硬嘛 那你反而會逼著很多的國家選邊站 其實也是 對我們在推動國際上的經貿合作 其實不見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說 立陶宛駐台的代表處 有他們的經貿辦事創新部 我是覺得也是還可以啦 但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說 那目前就外交部理解到 目前有哪一些駐台單位啊 他一樣是類似是經濟部或國貿部來主導 成立駐台單位 我手頭上沒有那個詳細的資料 但是有很多的國家 他們是由他們的經濟部門來主導 那由外交部門來協助 那有一些國家 他們那個外交跟外貿是擺在一起 他們叫外貿部 那所以這方面就沒有區別啦 那但是主要的這些歐洲國家 他們派在台灣的這些代表處 他們都具有領事的這個功能 所以具有外交上 雖然是有可能是有經貿部成立 但是他就他的領務功能 對這個部分 或者是國與國的政治溝通功能 那你還是放在 這個部分是不會打這個 這還是放進去 你們跟立陶宛也有在討論 我看到的大概也都是如此啦 是 OK好 那接下來我想請教關你們預算的部分 不好意思 最後主席問最後這一題 不要我跳下一個問題好了 這個 外交部的中英網站 部長你們的網站對英文很重要 對不對 對 沒錯吧 因為翻譯需要時間 對 你看你們出了中文200多篇 英文全面才出20幾篇而已 就比例太少了吧 這個誰負責的 公眾會 是不是 公眾會 我都知道你們哪個單位負責的 那為什麼那麼少啊 報告委員 我們會適時把每一篇都翻成英文 但是因為像 譬如說像媒體回應 有時候我們一天的量非常非常大 但我還建議這個應該要翻英文的啦 因為外交部主要就是對外宣傳 不是內宣嘛 對不對 如果我們就在做中文版本 不做英文我是覺得不妥 所以我 我會強烈的建議 英文跟中文的 我其實還要求你們 第二外國語第三外國語 你看你們西班牙文也沒有啊 法語也沒有 那我們很多 駐外單位都是講法語跟西語的啊 對不對 那其實這幾個語言幾乎都沒有 你會讓這些國家對台灣的了解 就很少啊 所以部長就這個部分 我們來加強 我們來加強 你們不是有很多小編嗎 對不對 我看你們之前也應徵小編啊 那我覺得 但是我們的那個翻譯的人才 他們不是小編 他們正式翻譯 他翻譯出來的英文要很精準 是啊 可是你看喔 你一個月才翻三篇耶 11月三篇 11月三篇 我們來加強 那小編也 我們來加強 我是不懂啦 因為這畢竟涉及到你們的專業 拜託一下 好不好我想 這部分能不能請你們外交部提一個解決的方案出來 那我講到了除了英文之外 其實我的主張是西語跟法語也要放進去啦 因為我們最主要的對外關係的國家就講英語西語法語這三個啊 那你為什麼只有英語西語法語我都沒看到 我們來加強 我們來加強 OK謝謝 好 不好意思 陳文英剛剛有講說 蔡文英講完休息五分鐘這樣子 那我們就休息五分鐘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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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 感谢观看 那在还 感谢观看 有关 我们 在 感谢观看 我们 感谢观看 谢谢 我们 那我们 我们 我们会啦 我们 我们都有编辰 我们 我们都把它放在 我们都把他给放在一起 各种管道 我们都要 我们的顶 我们都要 用880元 那在家 我们都要 我们都要 那 我们要策定 我们都要 之后 我们都要 没有要 送好 关于 好 我们 那另外 我们都要 要照顶 我们 好 好 我们 我们 那现在 我们 那通过 美国 我们都要 我们 我们 好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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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要 我们还要关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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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部分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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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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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是表辰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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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